那京東又如何呢? 京東由焦股到上市 也沒甚麼好過 9618 今天還是再跌多1% 有傳聞說他想做個收購 收購美菜網旗下的美加買菜 作價最多是2億美元 說劉強東想帶領社區團購 大家都知道一看他的網頁就知道了 團購買菜 會不會都值得做呢? 以前有的 以前上海很多年前都有的 那些用個不是叫互聯網 叫來聯網 就是一些屋苑團購買菜 以前有的 整個小區做團購 但那時候當然 那些小區對於團購的氣氛 就爭取得臉紅耳綠 很簡單 大家都是同一個隔離輪社 一起在屋苑的內聯網 做團購買同一堆菜 就是菜心 就是買菜心的意思 硬是最初出現一個問題 為什麽這些菜心比我的菜心 對 其實是一樣的 價錢 看來是隔離飯一定比較香 所以那時候 上海很多地方做過這些 都是不行的 當然現在互聯網的世界就好很多 第一你又方便了 第二最重要最重要 我覺得他這個時候買這個菜網 很厲害 為什麽呢 中大陸裏面的菜價越來越貴 你做了團購的話 等一些私下審 即不是一些家庭主婦 等一些家庭主婦 覺得買便宜了 因為大批量買 拿到美價便宜了 他們接受程度就高 因為現在大陸的菜價 貴得很厲害 總之便便宜過在街市買 是的 他便可以省些時間 不用到街市 又買便宜了 所以這個時候做這件事其實是厲害的 其實玩團購 我估計未來競爭會很大 因為不單止京東想做 美團也想做 因為見到一些媒體發現一件事 就是美團即刻申請一些商標 就是先記住名字 美團智慧廚房 美團優選便宜有好伙 很長 小美果園等等等等 是甚麼來 詳情是未知的 真的不知道 因為他只剩下一個商標 免得被人搶出來使用 你說小美果園是否買水果 我覺得都近當了 甚至有些商標 他便趕快註冊 當然 先拿出名字 到時喜歡甚麼名字 哪個名字較吉利 一些 有些生意 搞大他便可以放進去 當然 當然 所有靠板起家的人 到最後都怕人會回去 所以所有東西都註冊 有用的時候 那便馬上拿出名字 如果發覺原來 團購蔬菜 有得做的 你知隔壁用了我的名字 做了便會虧張 一定會這樣做 但都是一樣 一窩蜂走過去 一定爭爛 當然爛 市場一定爛 到時便鬥便 更便宜 批發價越拉越低 到時便鬥便鬥賤 這些做車手 又是鬥便鬥賤 當然消費者會受惠 但是做不住 其實香港和很多國家 做這個團購 做做下都死了 很多間都撿了一顆 被人收購 做不做得住 就靠香港的投資者 你500元一股又買 600元一股又買 他便做得住 就靠你們了 因為他要燒銀子 靠我們 謝謝大家